在家人与慈禧志工的围绕下 苏巴马连坐上了轮椅 这是十个月来大家最期待的一刻 他说我们慈禧人就好像菩萨这样 来帮他 他们求神求什么 都没有这样淋淹 苏巴马连去年二月中风瘫痪 长时间卧床 导致全身长满褥窗 马来西亚慈禧志工与仁仪会 一同前往关怀 协助清理伤口 也搬来需要的电动床 并且给予生活补助 苏巴马连不再是两眼无神 营养师和物理治疗师的后续治疗 更让他的四肢能够动了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观察到 他的每一个关节都很紧很硬 所以就很简单的 就开始给他做一些 就是好像一个动作 大概我们重复做十次 从手到脚 然后再给他转身 翻身 学习给他翻身 能够再次做起来 这家人也开始有了希望 有了期待 团队合作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虽然太太卖点心 收入微博 但天天沿路做回收 要全捐给慈祭回报恩情 大爱新闻杜律希 洛相贝 陈敏马来西亚报道